大家不如不要 顧左右而言 我們不如正視真正的問題 真正的問題就是警暴 這是促使香港人到現在仍然是憤怒的原因 在這裡跟我說外國例子 不要在這裡跟我說外國例子 我現在眼見的是721警方縱容白衣人進去元朗站打人 我們見到831警察進去地鐵站亂打人 這些就是我們眼前正在發生的事情 這些就是香港人在感受的事情 這些就是香港人在憂慮的事情 你跟我說我一句都沒有質疑過 我沒有打斷過你麻煩你給我講下去 現在我們面對的就是香港人 特別是年輕人對香港絕望 失望 憂慮 現在你要去處理的就是解決現在最大的眼前問題 不要再在這裡beat around the bush 在這裡周圍遊來遊去 正視的問題所在 跟我在這裡講外國例子 外國例子有很多其他方法 警察不可以沒有委任職 警察不可以沒有號碼 不可以沒有追究 現在真正令香港人生氣的地方就是 你打完我之後我還沒有追究你 這個就是問題 那為什麼不要再跟我說 有年輕人什麼 年輕人什麼 現在是全香港人有眼看到的 而如果你不用一個制度 不用一個方法去解決現在這個真正的核心問題 就是警暴的問題的時候 你又怎樣去向前行 你又怎樣可以令到大家心安理得呢 當現在大家對於公權力 特別是對於政府認為過去幾個月所有的說話 都是抱著警隊不放的時候 當每一次提到獨立調查委員會 就說不可以放棄警隊的時候 你是不是令人覺得你根本就是抱著警隊不放呢 獨立調查委員會你可以全部都查 你本來可以還警方的公道 你不做你就用那個監警會 監警會現在的實際問題是什麼呢 你怎樣才可以立案呢 你一定要由警方入面的 針對警察的調查 才可以再大個報告上去 你才可以啟動的嘛 你現在沒有獨立調查權 你沒有全召權的時候 你叫監警會做些什麼 都是那句 你加了多少人進去監警會 都不夠了 這個就是現在我們面對的實際核心問題所在 香港人不是不明白的 所以為什麼香港人生氣呢 為什麼五大訴求裡面 獨立調查委員會 是放在這麼高的位置 就是這個意思 還有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因為是全套東西 是對香港人要還一個公道 既然是當時香港人個人的公道 亦都要還一個制度 要令制度去解決現在的問題所在 你才有得向前走 現在的問題就是 現在全部所謂這些小收小補 你將所有問題掃落地毯底 那你下一次怎樣呢 你現在是不是當香港的未來 不是一個未來呢 你是不是當掩著自己的對眼 掩著自己的對耳 你就覺得香港沒有問題呢 不是嘛 所以為什麼要普選 普選的原因就是從制度裡面 去解決問題 楊岳橋 我真的希望你們做好心 是收手 大家都努力 我不知道你為什麼會說出口 第四、第五 在這個時候是可以做 和他們一樣認為要立刻做 OK 今天第一你的緣起和普 和政改無關 第二大家根本很清楚 你根本經過這麼多程序 你現在去說政改列入五大訴求 缺一不可 你即是說叫大家不要拆局 你叫年輕人繼續在那裡 你想一下我不知道裡面 扔汽油彈 在那個口罩背後是什麼人 裡面也有一些我們不知道的什麼力量 但是有年輕人 你告訴他們 你現在繼續說這件事要缺一不可 三、四、五 你看看有多少人說 是去到後期 尤其是這麼多連汽油彈都出賣 你們竟然一句說話 都不會說 大家不要再將這個暴力 和這個運動 是結連在一起 一句都不肯說 其實我們是 都是有限的力量 我都說 我相信我和阿破 我們很早日一都覺得 調查委員會 我們調查什麼人都調查 調查你們去外國說什麼 我們都不知道多想調查 我想問一下你們 看立法會做的 不如在立法會調查 在立法會整個動立調查 你們建制派提 全面調查 由今年年初 為什麼 你夠膽說的 我相信很多人容易聽 我們可以考慮 梁美芬 你假設楊岳橋他們 可以叫年輕人停止 他意思是起碼說一句 我和你說 他沒有再撥火 他起碼再撥火 我繼續跟著他們 完全沒有獨立性 說五大訴求 缺一不可 剛才我看著 剛才岳橋說的 已經證明了他們的價值觀 和他的取態 他這個時候 竟然敢說 立法會調查委員會 你調查到什麼時候 這就是完全不切實際 只是說道德高地 說一些人喜歡聽的東西 以為這樣就是 因為現在你走出門口 如果你完全沒有法律的保護 梁岳橋 你穿得西裝骨骑那麼帥 馬上兜巴掛 你像昨晚的站長 你怎麼查 這些很多人是社會的現實要明白 最早香港市民對警察的信任 的確無可否認 很大的訴求 希望有一個獨立的調查 所以如果大家繼續做下去 就越來越低 最終回應一個問題 因為你說收不收貨 似乎林鄭自己也預料香港市民不收貨 因為她剛才說的 她也說預期 扔出來之後不會平息事件 其實她也預料是不會收貨 問題就是三位可否評估一下 我們香港人 如果今次不收貨的話 將會之後會是怎樣 會否是緊急法 會是怎樣 三位可否跟我們評估 如果不收貨 預料不收貨 之後會怎樣 我不是建制團隊 當然是等他們接近 林美芬先說 說了一點時間 如果不收貨的話會怎樣 我一定是預料到 你現在第一步 當然不會全部收貨 不過我希望大家客觀一點 不是全部收貨 你的說法都不好 說別人一點都沒有 又說只是用一個藉口 太遲了 太遲你又繼續說四大訴求 而且都說三四五 我覺得是不應該再說的 一些成熟的人 不收貨會不會是緊急法來的 不知道 不收貨還要看看 大家是繼續怎樣撥 其實我們很小時候 都是學過一個比喻 那些進去賭場的人 贏了不收手 繼續輸清光 我不是說現在這些人是這樣 不過我小時候就知道 有時候大家逢是說數 就是一步一步 你給一些橄欖枝 我又減少 那個這樣的衝突 然後大家一步一步走 我就起碼這樣 如果不收貨會怎樣 我想我們值得參考一下 六七年的暴動的情況 到最後是否可以平息呢 並不是完全是香港人可以決定到 當然我和喬一早已經跟他言論過 他就不承認了 但是到現在都不承認都不行 就是這樣背後 是中美的角力在那裡 是很重要的因素 中美兩邊如果不能夠 將他們自己的大國的 一些緊張的情況 辭緩下來的話 香港是靜不了下來的 兩個巨人在那邊 如果能夠收手 或者有意思想要收手的話 才可以容許香港繼續靜 所以這個大的環境 如果不能夠改善 我們香港說什麼都沒有大用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們現在只是希望暫時 不要將傷害轉一步加深 不要將大家再轉一步 互相惡性循環 導致有些我們真的 改變不了的歷史 不想出現 而是讓大家有時間空間 希望大的環境有改變之下 可以香港下來 否則我們是不能改變 我希望大家看回 當然政府可以參考當年如何處理 很多暴動之後的事件 如何做法 但是現在現階段 我們不適宜再去潑火 而希望大家都可以說少一句狠毒的話 現實面對現在的問題 不是再說一些道理 不是再說一些大原則 不是再說一些很理想的 什麼查什麼 這個時候 麻煩你落地一點點 楊阿琦 最後一句 如果不收貨的話 如何收貨呢 七龍珠也要七粒龍珠 聚齊才可以有神龍這個神話出現 你現在只有一粒龍珠 你就在罵神龍 為何你不出現 我借五千元給你 你還一千元給我 我追你四千元 你在罵我 這就是現在香港人面對的問題 一天不解決警暴的問題 一天香港人都不會收貨 都不會受 програм了 我會始 bakın aina 是有感覺 龍珠 因為... üyorum... 也不見